大家好,我是老刘 前面有一期视频我们分析了一些分辨善恶的基本原则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想要分清具体的对错 做好人生中的选择往往没有那么简单 很多人会开叹,听了很多的道理 但是还是过不好这一生,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人生选择中的对错 往往需要我们在多个层次上做出判断 也需要我们以不同的境界来权衡利弊 这个视频,我们就来谈一谈权衡是非对错的三个层次和三重境界 与分辨善恶的三个基本的伦理学原则相对应 我们判断一个事件的是非对错,至少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道义的层次 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首先要判断的就是这件事是否合乎道义 从道义的角度,谁对谁错,谁的责任更大 谁违反了规则,谁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 这个层次只要比照通行的道德或法律规则一般比较好理解 第二个层次是社会公益的层次 我们要从公立主义的角度来看 这件事是否有利于社会公益,是否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个层次往往就要涉及到一些经济学的推理和计算 相对来说会复杂一些 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自己个人应对的层次 就是对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 我们要怎么选择才是对的 才能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 或者使我们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就涉及到不同的个人境界和很多复杂的权衡方法 举一个例子 政府为了修公路要拆迁一户人家 这是怎么分对错呢 首先从道义的角度 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这户人家有权不搬家 其次从社会公益的层次 这户人家搬家的社会成本 要比让公路去改道的社会成本要低得多 所以他如果坚持不搬家就是错的 最后从个人选择的层次 这户人家选择搬还是不搬这件事的对错 要取决于很多的因素 比如补偿款的多少 不搬的后果 替代方案等等 一般来说 外人不知类情是很难判断具体的对错的 所以郭德纲有句话说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就是类似的意思 可以说判断是非对错的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 都属于大道理的范畴 我们从小都被灌输了很多的大道理 我们的教育往往只教小孩子 从道义或者公义的角度来分对错 而很少去教育如何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对错 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些小道理小算盘 学校是不怎么教的 然而 我们在做自己的人生选择时 大多数人还是会出于自私的本能 来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由于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小道理小算盘 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就只能够粗暴地抛弃大道理 而实际上大道理和小道理很多时候是可以兼顾的 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里有一句流传很广 也很有争议的句子 叫做小孩子才分对错 成年人只讲利弊 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小孩子所受的教育 往往只教会他们从道义或者公义的角度来分对错 只会些大道理 而成年人要对自己负责 所以就需要懂得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来看对错 需要懂些小道理 这里我就想来说清楚 这些保护自己利益的小道理小算盘 我把它分为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就是要积极 我们要学会对自己负责 对于我们身上发生的不好的事情 从道义公理看也许是别人的错 我们自己或许没有责任 但是对于要做些什么去纠正他 避免受到他的伤害 我们自己是有责任的 举个例子 一个人走在人行横道上 这时一辆卡车失控 向他快速的冲过来 他要不要去避让呢 如果他说我就是不让 卡车要是撞我 对方要负全责 这个人说的对不对呢 当然是对的 不过虽然他说的是对的 但是他不避让的选择是错的 因为如果他自己被撞身亡 指责司机无法救回自己的性命 所以当涉及到自己的损失时 如果我们只是盯着别人的错处 而不去想办法避免自己的损失 或者明明自己通过努力 就能够避免这损失 而自己却不去做 那么我的选择很可能就是错的 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我们应该要学会去接受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不对 或者说去接受那些 我们自己无法控制的那些不对 在此基础上 再做出我们自己最好的选择 即使别人的行为 有可能是非理性的 不道德的 我们也要学会 在预测别人的行为走向之后 在当时的环境下 找到我们自己的最优解 这看上去有些消极 但实际上恰恰相反 这恰恰是最积极的人生态度 这会让我们摒弃爱抱怨的坏习惯 抱怨只会暴露自己的无能 弗兰克林说 我从未见过一个勤奋审慎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 这个世界上不公平往往是现实的存在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精力主要都放在抱怨不公平上 我们因此要承受的 往往不仅仅是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 还可能是丢掉眼前的机会 我们要学会能从不公平不完美的世界中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 其实简单来说可以用两个词来总结这种积极的人生境界 那就是要顺其自然 但是不要听其自然 这两个词中间就差了一个字 但是顺其自然强调顺势而为 比听其自然有着更多积极的含义 老子说无为而至 并不是真的无所作为 而是用看不见的手来作为 通过造势而非强力来作为 这样阻力最小 一般来说人难以改变别人的观念 也难以改变自然的走向 所以我们要顺其自然 但是我们不能听其自然 我们还是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出积极的选择 川普在交易的艺术艺术中说 做交易的时候总要想到最坏的情况 如果你为最坏的情况做好的打算 如果你能够应付最坏的情况 那么当情况好转时 老天就会自然的帮你把事情打理好 以上是判断个人对错的第一种境界 第二种境界就是眼界要宽 要大气 前面说过 在任何一个事件里 对错往往有多种层次 不仅有道义和公义上的对错 事件各方 每个人都会有基于各自的立场角度观点利益的个人的对错观 一个有智慧的人 要学会自己切换身份来判断事情 我们在不同的身份里就会有不同的对错观 菲斯·加拉德说 如果一个人的脑子里能够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观念 还能够正常形式 这是第一等智慧的标志 这是因为在生活中 我们作为一个人往往有着复杂的处境 我们时而要维护道德正义和规则 时而要掌控大局分配资源 时而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们必须让自己的头脑里能够同时奔跑着不同的对错 最重要的是 我们经常需要站在别人的立场想问题 而站在自己的立场办事情 这里可以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 有个小孩看见一个盲人在夜里打着灯笼 很困惑就问他 你又看不见为什么还要打灯 盲人说 听说天黑以后别人都跟我一样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我才点灯为他们照亮 小孩说原来你是为了别人去点灯 你真有善心 盲人却说 其实我是为自己点灯 因为我点了灯 黑夜里别人才能看见我 才不会撞到我 这个故事的寓意就是 我们都要学会替别人着想 但是为自己而活 这是人生的一个基本智慧 一个有人身智慧的人 往往老子里面能够带入好多身份 非常的复杂 他能够根据当下的处境去判断 调用哪一种身份去对一件事情做出答案 去表达此刻的立场和观点 有一些岁数大的人会经常跟你说 这个事情你们年轻人不懂 他太复杂 请问他是在霍西林吗 不 这可能只是因为他老子里的身份角色比较多 而他一时半会跟你说不清楚 成熟的人既要认识自己 也要认识别人 才能够获得高维度的思维认知 知道了自己的弱点 也了解了他人的弱点 需求和敏感 这样当我们行走于人时间时 就会像鱼儿游在水中一样 轻松自如 在水上航行中 有一条公认的规则 操纵灵敏的船 应该给不太灵敏的船让道 其实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这也是应该遵循的一条规则 做一个能够理解容纳他人的人 才能够做出更好的人生选择 此外 一位管理学家说 管理的真谛 说穿了 就是把员工的个人利益 与企业的集体利益挂钩 让每位员工 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努力奋斗 自然也就为企业创造了价值 其实这也是当自己的利益 与别人的利益有牵扯时的一个最佳的方案 就是我们要能够看到别人的利益所在 最好能够把自己的利益 和别人的利益挂钩 这样当别人为了他的利益努力时 自然也就能成就我的利益 李嘉诚说 我的生意比别人做的大一些 其实原理很简单 就是在生意的过程中 本来该赚十块钱 我只拿九块 给对方多留一块 因为大部分人只想多赚 于是更多的人就愿意和我做生意 结果时间长了 我反而赚得更多 这是对个人选择第二重境界的一个最为浅显的解读 下面来说 第三重境界 就是眼光要远 要有目标感 也要有战略思维 那么什么是目标感呢 首先就是一定要认清自己的目标 管理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 一切的低效率都来自于目标不明确 其次目标要包括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 最好能够兼顾 切不可因小是大 因近是远 如果因为目光短浅 只是看见眼前的利益 就会限制自己的格局 很难有大的发展 比如曹操说袁绍 干大事而牺牲 见小利而望命 这就是一个反例 本质上就是曹操认为袁绍 没有目标感 对于核心目标的把握是不对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不要局限于静态的目标 而更要去关注如何去优化 面向未来的 有利于自己的态势 要关注如何去营造 有利于自己发挥优势的天时地利人和 也就是说要有战略思维 而不是局限于战术思维 那么战术思维和战略思维 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 其实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 小目标和大目标的区别 而是在于终点思维和过程思维的区别 战术思维是终点思维 它关注的是某个具体目标的达成 而战略思维是过程思维 它关注的是在以后的竞争中 我的优势地位 或者说是我的博弈权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式的 几乎会无限持续下去的竞争 尤其是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 人生的要点往往不在于战时的成败 而更在于要维持战略优势 这样才能够保持个人长久利益的最大化 一个大家最熟知的战略思维 就是英国长久以来奉行的大陆军事的外交思维 就是要在欧洲大陆上保持均衡势力 防止出现一个强大而霸道的国家 这最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 近400年来欧洲大陆上是谁称霸 英国就会去打谁 16世纪打西班牙 17世纪联合法国打荷兰 18、19世纪联合各国打法国 19世纪联合法国打俄国 到了20世纪 一战二战又联合法国和俄国一起打德国 应该说英国长远的战略思维 是他的国运得以长胜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再举一个中国古代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战国时 姓林军窃夫救赵的故事 姓林军作为魏国的重臣 窃取兵符 以魏国之兵解救赵国之为 因此得罪了魏王 所以战后就留在了赵国 赵王当然是感激不尽 提出准备拿五座城池的土地作为暴打 姓林军正准备接受 他的门客却劝他不要接受 说你虽然有恩于赵王 但是现在希望你能忘记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过去的贡献 不等于现在的博弈权 要知道姓林军之所以能够窃服救赵 是因为他在魏国有势力 但是经过这件事以后 他已经失去了魏王的信任 就没有进一步的筹码了 这时如果接受五座城池这样重的封赏 所得利益远远高于实际的博弈权 是非常危险的 越是乱世越需要体察人心的功夫 看准了就活 看不准可能就得死 聪明的姓林军接受了门客的建议 拒绝了五座城池的封赏 而是专注于在赵国打造自己的名望 同时仍然和魏国保持关系 等待魏国有求于自己的时机 后来秦国攻打魏国 姓林军不计前嫌回国相助 再次获得了对魏国的控制权 姓林军的成功就在于他的战略思维 他不让道义的光环干扰自己的判断 不把自己的既有的道德优势当成谈判的筹码 而是始终在追求真实的博弈权 这种超然的冷静可以说是乱世求生的利器 因为人生博弈的真相 往往不是在于别人欠我什么 而是我的博弈权能够让我拿到什么 中国的古话养寇自重 大恩如大仇 都是由于类似的道理引申而来 杜月生死前把自己手上的欠条都烧掉 而没有留给子孙 这也可算是他最后的人生智慧吧 以上所说的人生选择的三重境界 虽然说的都是些小道理小算盘 但是这三重境界说的其实都是做人做事要大气 第一是对不完美的世界要大气 第二是对合作同伴要大气 第三是我们的目标也要大气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